Hello 我是謝菲 今天下雨很難和大家試相機 所以我決定在這裡和大家討論拍相機 上次和大家討論了五個攝影常犯錯誤 但有位網友Dandy說 其實新手常犯的攝影錯誤何止五個 他就給我多五個意見 我將他的建議稍微研究規類 發覺有些問題不只是新手會犯 其實一些攝影老手 像我們這些O.C.Food都有機會犯這些毛病 第一個問題 背景干擾主體 Dandy說有一個常犯的錯誤 例如說不懂避開閒閘人等 又說主體頭上插了一支天線 好像天線得得B 其實是可以歸類成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核心 就是我們沒有留意背景 又或者甚至乎是前景 有一些雜不甭的東西 令到我們Side Track 即是觀眾的注意力 可能背景只不過是一些顏色 比主體更鮮色 又或者是光度比主體更光 其實都會影響到觀眾的注意力 第一張沒有留意到地上有件雜物 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那塊石頭 有什麼辦法呢 很簡單 這塊石頭是搬得動的 但搬了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那個環境就是搬起石頭之後 就整堆水蟑螂在石頭下面湧出來 我自己就不怕 但Akina 看起來就變了 如果背景的東西拿不走搬不動的話 那我們怎樣呢 路不轉人轉 我們就轉過乾淨這個背景 這張照片這樣 我們就去大尾讀 放假不放假都好 都很多人在踏單車 放風箏不知做什麼 我們又不是一些荷里活大製作 我們又不可能好像Nicol Kidman 拍電影這麼大牌 把所有人都叫走 我們唯有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背景 轉一轉調低一點 我們的鏡頭低一點就拍不到人 另外一個挺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都可以用一支長鏡頭 來簡化背景 所謂用長鏡的意思 就不是我們用淺景深 做後面的東西 其實是用它的窄視角 將背景的角度再收窄一點 收窄一點就乾淨一點 另外又拿多兩個例子 例如之前我們跟MELODY井 去了一個娜杜娟花瑞道 拍照做過人物訪問 我們用一支長鏡又很用 有少少低炒 其實我這兩張照片都沒有那麼容易 拍到後面的人或一些欄杆 我們用長鏡其實是稍微低炒 比起用Y-Angle低炒的效果 會好少少 以拍人來說 我們用長鏡低少少 拍到照片上面 角度不是真的很低 我們用它走遠了 所以鏡頭不用挑到很上 所以不會那麼容易拍到 模特兒的下巴很肥 或是臉很闊 那些雙下巴很難的 不會的 很久以前我們看過一本 教人影詠意照的人像的書 有一個模特兒可能更漂亮 有一個主觀來說 我自己 好像是沒有另一位那麼漂亮 很漂亮 或者更漂亮的那位模特兒 其實是所有構圖 光線 那些造型都很企理 妝又化得很漂亮 另外一位模特兒 是比較擔心一些實用的東西 可能一些姿勢 怎樣 適合和錯 那些示範 有一張照片 攝影師在海邊 反過來拍到沙灘 就是模特兒 躺在海灘 模特兒後面 有隻糖狗走過 其實糖狗都很容易披走 但它沒有披走 就直接出了書 所以整張照片的氣氛 都是很奇怪的 你問我什麼原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拍照的心態 都未必是關 扣不扣圖 懂不懂的事 第二個問題 就是皮笑欲不笑 當然是拍人 拍貓和狗 我們可不可以去笑的呢 拍狗好像都可以 但拍貓我試過有點難 那些貓就好像只有 西口西面 又或者沒有那麼西 但當然就沒有好笑 才叫做皮笑欲不笑 或者叫做假笑 其實所謂假笑 我們可能在一些 荒蕪的場合 比如說我們去記招的時候 那些模特兒 其實經常見到 所謂假笑就是 嘴巴向上撩 但眼睛睹得很大 那真笑又是怎樣 我們就找Michelle這張照片 就和大家看看 真笑又通常都沒有那麼優雅 那笑到怎樣 笑到所謂就是見顏不見眼 除了一個嘴笑之外 雙眼是會笑的 那些模特兒就很專業 如果要她笑的話 她懂得演戲的話 她真的會做個真笑給你看 會笑一雙眼 如果一般人來說 當然是因為一些害羞的問題 我們日常生活 最常見到的例子 就是拍Big Day的婚禮攝影師 我們要敬茶的時候 通常老人家都很嚴肅 不會無緣無故做個笑樣 和你喝杯茶 那他們怎樣呢 就很簡單 做大綦姐那份 外母喝杯茶 身材好過周秀娜 這句真不知道怎麼想出來 有這些句子便好 即是你很難不笑 你一笑便拍到 如果我們拍小朋友 就非常直接和簡單 要是和他玩 要是給他吃 那你一有這些食物 又或者和他玩 他就很忘記了相機 或者你拍照 所以他就很容易會笑給你看 那張相片很有感染力 剛才還風還雨 現在就太陽那麼曬 風和日賴 所以這個天氣真的變又變 第三樣錯誤 就是沒有留意相機設定 我們Dandy說 其中一個新手相機的問題 就是ISO開得過大 例如日光 日白三千二ISO都見過不少 即是何意思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可以歸類為沒有留意相機設定 以我為例 有時相機公司的機器有幾部都是大家一齊用的 習慣我大致上會設定相機的東西 有些相機拍片或拍照都會用 會儲存了一個用戶設定檔 一拍過去就可以叫我平時用的設定 但有些相機是沒有的 太陽的意識大了 所以記得拿相機上手前 別人用過也好 你自己用過也好 檢查相機設定 有沒有拍JPG 有沒有設定拍RAW 或是一些White Balance設定什麼 搞清楚才去拍照 第四個問題 用太慢快門拍動態的主體 Dandy說這個問題也很常見 例如用一百分之一秒拍攝玩耍的小朋友 用這種速度拍攝小朋友 通常不足夠震動主體 令主角會動動地 會變成蒙了 如果不懂的當然也沒辦法 如果要拍得好一點 當然要去學習一下 以前真的有些朋友問過 這部相機是否有得教光門 咬了一陣頭 什麼叫光門 原來它說光圈和快門 但開始學到是一件好事 例如我們用一百分之一秒 如果用中距鏡來說 是可以防止手震 即是你拍一些靜態的東西 不會因為手震而令照片蒙 但如果你拍一些動態的東西 可能不夠 我們拍小朋友這樣計算 可能需要有五百分之一秒 賽跑 它就拍得快點 我們通常設定快門到一千分之一秒 才足夠凝固主體 令手手腳腳動得很快的部分 都可以在照片上去呈現到是鎮 例如動得再快點 可能拍著 我建議將快門速度調節到 起碼有二千分之一秒以上 才足夠去震動 這些快門速度 大家有留意的話 或者是已經計劃去拍這類東西 上網搜尋一下 或者問問人 都大概有個答案在這裡 可能是一些很懂得拍照的人 他們用一個慢的快門 是故意的 故意的 舉個例 例如這張照片 在拍攬籃球運動員 不是拍攝的 是我們的會員David Lau拍攝的 他就用了一個慢的快門 突出一些背景的運動員 他們在動 這樣就很明顯帶出動態 但是主角 即是中間的位置 小雲又攬著球 他相對上衣服都是清 當然最厲害的 可能是連頭也清 但其實撞彩 他的頭動得很快 你控制不到 拍得多就可能會有一張 但當然拍這類照 我們特意用一個慢快門 去帶出動感 都是有一些運氣的成分 因為尤其拍攝一些不固定軌跡 不是拍攝車來計算 可能拍跑步或球賽 他們可能的速度會有改變 軌跡有改變 我們可能也要嘗試多些才會有一張 所以不是中了 太陽越來越猛 我們看到的天氣 都真是順色萬變 天氣不似預期 剛才我們環風環雨時 設定了燈光 現在好像已經錯了 但也沒辦法 我們先說完 第五個問題 是太順相機 太順相機也是錯 難道真的要不順他才拍到漂亮照 有時真的是這樣的 現在差不多一部相機 都有一個曝光補償功能 可能給一些新手來說 比較少用這個功能 總之相機測光 說什麼就什麼 不用加減 其實這個曝光補償功能 是挺有趣的 他設定這個功能 就擺明 叫你不要相信相機的測光 可能叫你給測光的建議 加多些曝光 又或者減多些曝光 令到照片拍出來 偏光又或者偏暗 又或者是修正了一些東西 譬如說我們拿曝光補償來除錯 我們拿這張相機舉例 我們和Akina在泥沖拍這張照片 其實是個位都挺背光的 所以如果譬如說你正常這樣拍 即是不做加減曝光的話 人就變得黑了 我們怎樣做呢 很明顯就是要增加相機的曝光 令到它是偏向主體 因為人的測光多些 就比較少你背景的曝光 曝光補償是用來除錯之外 其他東西其實可以用來做營造氣氛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想把這張照片拍得比較 是暗一些 暗線又暗 所以我們會給相機的建議 減一點 曝光補償是推向減那邊 令到照片的氣氛會比較暗一些 除了曝光補償 即是我們不可以盡信相機的測光之外 另外一件事 都是我覺得不可以盡信相機的 就是它的自動白平衡功能 如果我們用自動白平衡的話 拍出來天空覺得是一種偏色 或者海的顏色 日落這麼漂亮的晚霞那類的七彩 它覺得是不正常偏色 如果是AUTO的白平衡來計 它就會將照片矯正 變成照片的顏色就沒有了 我們應該怎樣做才可以拍出 天空或海面的七彩顏色呢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相機的預設 例如日光或光管那類都可以試試 又或者我們可以直接輸入Kalvin值 即K數 就可以拍出天空那種漂亮的色彩出來 今天真的好像跟大家由天空曠光的日出 太陽越來越晚 今天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翌日就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其他話題 來吧 為了 為了 讓 le